叔叔 您想让莫凡被劝退 可我也不太确定这个莫凡 现在实力有没有那么差 年度考核上评估得是弟 才会被劝退不是吗 所以 我做了两手准备 叔叔 这是什么 暗时 一种可以吞噬能量的模式 它会吸收心感石的光辉 这样就可以妥妥地 让它变成被劝退的分数 甚至比地还低 可大家都是用一个心感石 这样放上去 岂不是大家成绩都要被拉低很多 放心 考官是我的人 每测试一个学员 都要检查一次心感石 所以轮到莫凡的时候 把它放上去 测试下一个学生的时候 再取下来 还是叔叔睿智 让我们木白不舒服的人 我怎么会让它好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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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任何你终身 看夜我 划过天际带着情绪 Go my life 对方宿命魔法 主宰难心的规则 连接新鬼 伙子现在只掌握到第五课 还有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要年度考核了 虽然说年度考核 考的是平常名修时 获得的星辰魔能 但若是能够完成释放 那更能够惊吓 目视那些人的狗眼 该死 魔能这么快就消耗干了 看来我星辰也不够强大呀 年度考核里 主要考的就是星辰强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辰石是一种 可以感应你们星辰强弱的魔石 星辰内魔能越多 其焕发的光芒就越强烈 然后根据光芒进行评定 最低为D 最高为A 值得一提的是 评级在D的会被学校直接劝退 老师 那魔法释放呢 难道不考吗 考虑到绝大多数同学 要在一年的时间内 完成七颗星子很困难 所以 释放只作为附加考试 但如果完成这附加考试的同学 可以直接进入尖子班 享受星辰魔器的待遇 哇 星辰魔器 是可以让修炼速度加快的魔具 我也想进尖子班 你七个星子都练习好了 没有 看来这星辰魔器 是非我莫属了 同学们请听好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魔法考核 也是检验大家努力的时候 我们有幸请来了荣誉教授穆教授 和被魔法大学破格录取的我们历届优秀学员 穆宁雪 他将为我们展示一下真正魔法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有请穆教授发言 同学们好 我很有幸来参加这次考核 同时来见证魔法学校下一代的接班人 哇 好漂亮啊 怎么有人可以冷得这么美 别去应用人家 他可是能够释放魔法的真正的兵法师 人家穆宁雪十五岁就被魔法学员破格录取了 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他 可恶 等一下就让你当着穆宁雪的面被学校劝退 看看你还有什么脸呆在这个博城 好 谢谢穆教授的发言 接下来请穆宁雪为我们展示一下他的魔法 真是真实 zeigen 你 太有难了 哈哈哈 你 Up 好厉害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丫头什么时候这么厉害呢 完了完了 我肯定要走了 薛老师 我可能下学期就看不见你了 别紧张 但凡有稍微认真修炼 都不可能被全退的 别怕 你要是被开除了 还有我 我养你 你担心什么呀 还有莫凡垫底呢 你先担心你自己吧 怎么了 又有你什么事啊 肃静 再说后的人就出去 直接开除 何宇 何宇 A 我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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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侯 到 加油啊 小侯 喂 那个老师 我还想考一下释放 嗯 嗯 这不是什么啊 就这两下子 你还考释放呢 真是不要脸 没事的 你只是有些紧张 我相信你调整心态 是能够做到的 是 唐悠老师 我会再努力的 S 不是最高的吗 木白竟然是S 高出学校评级成绩 这应该是 全校仅有的S吧 哼 不看看那是谁在考 五白为五 绝对学本第一 哦不 学校第一 老师 我要考释放 大哥 明雪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木白 条件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你们都看看 你可以开始了 施放平分 毕 我真的太厉害了 到底是木家的人 才一年时间就可以到现在这样 真是厉害 大哥 明雪 你们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明雪 你觉得呢 还行 下一个 莫凡 咱们走吧 到前面看看 等等 再看看 也好 看看这小子砸锅卖铁 买进魔法学校后有什么掌机 目灵却看到你在全校面前被赶出魔法学校 你在全校面前被敢出魔法学校 不知道 他一定会对你这个废物 彻底失望的 不会吧 这莫凡当就要被劝退了 朱小张也在看着呢 班级里出了一个地平分的 我的奖金没了不说 还要被嘲笑一整年呢 我就没有看到 比他光芒更弱的了 这肯定是地了 很不错嘛 一年了才学成这个样子 看来他和他老爸一样 比较适合做司机 而不是做魔法师 是啊 也枉费了莫家新用了那么大一笔钱 将他送到学校来 结果不学无术 莫家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莫凡B 这将会能够是B啊 怎么办呢 厉害啊 我不会吧 这个垫底的货竟然有B 怎么可能啊 我只不过是一个C 如果是B的话 就等于实力在班级平均水平之上了 没想到莫凡竟然深藏不入 心感识出问题了 不可能的 B而已 实力平平 不错不错莫凡 有进步 成绩很不错 唐玉老师 你说呢 这不是莫凡的成绩 心感识有问题 我要求 让这名学生重考 我刚刚就觉得奇怪 莫凡 他怎么可能拿到B 就是 原来是心感识有问题啊 看来他是逃不出地的命运了 唉 刚才吓死老子了 别啊 唐玉老师 学生能来魔法学校也不容易 好不容易拿了一个B 也是可喜可贺 就算心感识有问题 睁一只眼B一只眼得了 成绩都出来了 唐玉老师 你是认真的 监督老师确实有申请重考的权利 但假如测试下来 心感识没有问题 你要负全责 我会负全责 我也觉得这块心感识 好像有问题 测一下吧 慕凝雪都说有问题 那就一定有问题 都怎么搞的 肯定是这块心感识 放太久发锈了 你赶紧的 去换一块过来 真是人见自有天收啊 唐玉老师 您这英明神武 莫凡您要滚出末法学校了 莫凡 你说是不是 闭嘴 火系成绩 S 天哪 他竟然也是S 这个心感识出了问题 这个心感识出了问题吧 梵哥果然是天才啊 全校仅有的几个S 他就是其中之一 梵哥好棒啊 威武霸气 原来如此 这名学生的真实实力 应该是S 刚才那个心感识有问题 所以才显示的是B 很好 光芒比刚才的木白 还要胜一筹 莫凡 你表现不错 可以下来了 我考试还没结束 我要考释放 可恶可恶可恶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有S 他的星辰怎么会比我还强 他全部时间用来明修 一定是 他一定是把全部时间用作明修 这就意味着 他的释放一定很差 连四颗星子都衔接不起来 绝对是这样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超越得了我 站在世界边缘 仰望天空最耀眼的光点 我分析早已独定的熄灭 守护着心中那团炙热的火焰 不熄灭 不退却 拥不掉光的话 什么正在发芽 寻找远方明为希望的光 我们一路前行 摇曳的话 当时间的挣扎 那是荆棘的风沙 随它去放 站在世界边缘 仰望天空描眼光点 人有狂风藏在耳盆肆虐 心中那座火焰永不熄灭 回来就差马线 背负太多未知水面 不会潜伏黑夜下的梦魇 烟火燃尽这片幽黄烟 世界终将翻开心一眼